那麼你已經選好範本之後 我現在這邊又再換一個給你看一下 這個是圖片比較多一點的 對不對 他就照這個順序然後下去 把所有的講完 那當然你也可以延伸到我們的那個程式裡面去 所以我剛剛講的操作的方式也可以像這樣去移動 對不對 你可以搭配你的滾輪 往前往後 往後就是手腳 往前就是 放大 所以如果你要看哪一個主題 一般我們平常在做簡報的時候 最麻煩是有的你可能要跳到哪一張有沒有 那你如果記得 那一張那是最好直接打 那一張的號碼 就直接跳過去了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的是不是就要在那邊翻 這個 不用 你就假設我要看這個點下去他就跳到那裡去了 你就跳到那邊了 所以這個也是他的優點 OK 那我們看完這個之後現在就要來看喔 剛剛已經怎麼樣 會套用範本了 現在要 要增加文字啦超連結還有增加他所謂的路徑 事實上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 Press 你看左手邊 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的感覺 像不像PowerPoint一樣 只差在什麼 他的那個簡報是完整的一大張 就是你在外面看到這個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發揮你的想像 你想要怎麼連結 隨便你 但是重點在說你的想像力要夠豐富才行 實際上我們有看到很多簡報他在 穿過去穿過來的 有很多 但是其實一個原則 不要讓使用者看得頭暈了 這個蠻重要 有的人太 太注重什麼 就好像PowerPoint 很多人喜歡用什麼 動畫對不對 可是動畫太多了 是不是就有點 好像只是技術的展示而已 就比較缺 缺找他原本的那個你要簡報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你要打字 他上面寫得很清楚 點一下 就可以進來 如果你要近一點 像他也可以做群組 我們PowerPoint也可以做群組 上面這個字他是有群組的 好 如果你點到這個字 你想要 打就直接從這邊過來 那我們剛剛提到了中文你現在會發現 請問能不能打出來 不行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假設你要打中文的話 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 就是從所謂的不景主題 性就是所謂的不景主題 好 從這邊有沒有看到中文 日文韓文 你從這邊點下去 那你就可以打中文 不過他雖然可以打中文 而且是繁體中文 但是他最重要 最大的缺點是在這邊用這種方式 他會有缺字 那這個缺字還不是缺那種 罕見字喔 是常用字也會缺 所以我會比較 除非說你很 你可以試看看 有幾個字比如說像 錄影的錄 就沒有 就很討厭他有一些那種常用字竟然沒有 那所以 我會比較建議各位 除了如果你確定你 真的這個OK的 可以接受的 你可以試看看 那 萬一那個字不行的 你就用英文代替一下 也是一個方法 就那個字沒有 就是用英文 那第二種方法如果你一定要都是中文的 而且我希望有一些樣式變化 我們會 用 影像 圖片的方式 所以在我們給各位的免費軟體裡面 我們有放一個叫做Photocap 這個是免費的 MIT台灣製的影像處理軟體 他不用安裝 直接放在隨身碟就可以用了 等一下我們會給各位稍微嘗試看看 好嘗試一下 好那 在這邊呢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直接按下去就掏用 那 這是一種方法 那如果 像在這裡 點到他 這裡你可以看一下 他主要有三種 大標 次標 內文 有沒有 其實簡報本來就不適合放很多文字 所以大標次標 內文應該就夠了 那如果說萬一這個字 好 假設萬一這個字不夠大的話你就把它這樣 有沒有變大變小 這個應該對大家來講比較簡單 靠左靠右 我想這我就不用講太多 顏色啦 可以直接從這邊去設定 那 基本上如果你覺得 我這個色 顏色就不見得要跟他一樣的時候 你就可以從我們的布景主題直接來改 因為假設你的 大標 不要這個顏色對不對 不要白色的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來 雖然每一個條也可以 可是這樣比較累 好所以我們就從這邊 你去編輯就好 往下 有沒有叫Customize 有沒有 客製化你的目前的主題 點進來 好這邊 Loading一下 有進來了 來各位看一下 我們來看這邊 你往下走 在這裡有進階 背景也可以設定 我們先 看 這裡有三個 這裡有三個 我們現在第一個 第二個 有沒有標題一 標題二跟內文 對不對 你從這邊直接改了 那外面就會直接跟著改變 就跟著改變 所以這樣會比較快一點點 比較快一點 還有啊 你的那個 畫形狀的啦 還有你的箭頭的顏色 都是在這邊 都在這邊 那這個呢 我就先取消一下 所以你了解 知道是從這邊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呢 每一個 如果你要移動 就可以像這樣移動 好他就在這邊做拖曳而已 那放大也可以從這邊直接放大或縮小 都一樣 旋轉怎麼辦 就是移到外面啦 有沒有 很像嘛 不一定要這樣子 好OK 那麼 現在我就把後面還給各位囉 請你先試看看 第一個你可以先找看看這裡 我們的中文 中文 不過 因為我怕現在速度比較慢 因為如果你按了中文之後 他會有一些中文字型要下載 我會比較建議這個你可以回去再試一下 現在的話你先 試看看我們剛剛講的調整那個顏色的部分 調整顏色的部分 第二個呢 麻煩你也找一下 在免費軟裡面有一個叫做Photocap 免費的影像處理 影像處理 你點到 你解壓說 我不知道各位的 上面是已經解開了還是壓縮檔 待會你們可以看一下 已經解開了嗎 OK解開了應該直接打開有一個那個 資料夾 看到這個小驢子就直接執行就好了 那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就看到這個畫面 等一下我們再給各位看一下該怎麼做 好不好 那麼簡單 來吧 有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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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